你好,我是曾祈峰 欢迎来到曾祈峰的三十堂心理课 深入潜意识,解密你不知道的人生 反向形成 一个人有某种感受 但他不愿意看到这种感受 就用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感受 就是反向形成 比如他对权威有敌意 表现出来的却是对权威的过度功绩 记住一句话 一切在程度上有点过度的东西 本质上都有可能是它的反面 这句话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是 什么是对什么的防御或者掩饰 前后两个什么 一般是一对反义词或者是相反的东西 它们的前后位置可以互换 比如 抑郁是对造狂的防御 反过来也可以说 造狂是对抑郁的防御 这种理解 最近直接影响到了精神科的诊断 我们不再单纯的诊断 抑郁或者造狂 而是全部诊断 双向障碍 还有一个著名的心理问题 跟反向形成有关 洁癖 一位女士告诉我 她提前一天来武汉上我的课 住到一家酒店后 别人都出去玩了 而她花了四个小时做房间的卫生 门把手 桌椅 还有其他会经常用手触摸的地方 都用消毒湿巾纸擦了一遍 我笑着说 跟别人比 你跟脏东西在一起的时间长多了 她也若有所思的笑了笑 很小的小孩是没有肮脏这个概念的 他们甚至会喜欢脏东西 因为我们认为最脏的大小便 在他们眼里是他们自己的创造物 如果父母在教育孩子 爱干净这一点上过度严厉 孩子就会学会父母的反向形成 这就是洁癖有家族聚集性的原因 洁癖还会放话到道德层面 这样的人会因为他人微不足道的缺点 而拒绝跟他们打交道 可以想见 有这样洁癖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 有人说话特别心直口快 并以此为荣 其实他们是在回避深度自我觉察 不想让自己知道 自己真正的感受和愿望到底是什么 跟他们打交道 我们常常有两种反应 一是被他们的所谓刀子嘴豆腐心伤害了 而这就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伤人 根本没有什么豆腐心 有痛苦的心倒是真的 证据就是我们在他们心直口快后觉得痛苦了 这就是情绪传染 这一点也可以总结成一个经验 当我们跟一个人打交道后有什么特殊的情绪 就要觉察一下 这个情绪有可能不是我的 而是他的 二是跟这样的人打交道时间长了 你不自觉的会忽略他的表达 这也是一个证据 证明他们的表达在掩盖他们真实的内心 所以没有价值 还有个跟心直口快类似的事情 有人一开口就喜欢说 我跟你说实话 我不骗你 这也常常是反向形成 意思是 他们后面说的可能都是假话 当然需要强调一下 那些在意识层面骗人的人 不在我们分析之内 我们分析的是 潜意识指挥的说假话 是那些首先要骗自己的假话 一位男士状态很不好 被他妻子拿去看心理医生 他对心理医生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以我跟你说真心话 这几个字开头的 内容是 我所有方面都不错啊 我心里惦记的是 如何帮助那些孤寡老人 但心理医生越听越心惊 心里想 一个人要离自己的真实感受有多远 才觉察不到一点点 自己内心和现实的双重危机 这个远就是反向形成造成的 我们说形象一点 如果情感隔离的人离自己的情感是一米的距离的话 反向形成就是两米以上了 因为相反的情感被制造出来了 当你特别烦一个人的时候 也许正在反向形成 这是对人性中喜心厌旧的特征的 反向形成 当然 过度喜心厌旧 就是把 人性中 也有的念旧的特征的 反向形成 也许旧的事物 被他服于某种 无法摆脱的束缚感 所以他要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新东西上 我这样正的反的 反的正的一通乱说 也许你已经听烦了 你可能要问 这样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有很多意义 暂时说两个 一是 我描述了使用反向形成的人的内心风景 看得出来 那是很好能的 如果一个人觉察到自己这样的内耗 他就可以把更多能量 投入到现实生活中 更好地去爱和创造 二是 我们心中 有一个理想的人格的标准 就是活得真实 对自己和他人的真实 揭示反向形成 就是还原真实 所以我们继续 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 授权我讲下面的故事 这是我听到过的 最让我感动的故事之一 她从小跟奶奶长大 奶奶经常带她去 一个水井打水 路上总会看到一个工厂的烟囱 慢慢的 她变得越来越害怕烟囱 长大 离开奶奶家后 她四处求学 工作 到过很多城市 她待的任何地方附近 都不可以有烟囱 看到烟囱 她就会被恐惧淹没 她发现烟囱的能力 已经到了神秘主义级别 有次她到一个城市 一位闺蜜给她安排了酒店 她住了不到半小时 就坚决要换地方 说附近有烟囱 她闺蜜说 我知道你这个特点 所以开车考察了周围 方圆几公里的地方 没有发现烟囱 才让你住这里的 这位女士 还是坚信附近有烟囱 闺蜜 只好陪她出去找 果然 在朝一条小巷子 走了十分钟后 发现一个烟囱 在一堵院墙后面 若有若无的露出了头 她的闺蜜都惊呆了 我尝试 给这位女士 解释她的反向行程 她只是理解了 字面的意思 恐惧 依然存在 但过了不久 我再见到她 她略带羞涩地 向我展示了她手机里面 存的几百张 烟囱的照片 并告诉我说 她不再那么害怕烟囱了 以后还想办个 烟囱图片展览 我感动的地方在于 人类的情感 还可以具有如此的灵活性 如果不能够指向父母 那就指向物体吧 还有 这个故事前半段 爱和亲密 反向形成后 变成巨大的恐惧 后半段 又被还原成 爱和亲密 这个过程 也相当惊心动魄 做事情 过度严肃认真 也是反向形成 这样的人 不愿意看到 自己想通过 放错 来攻击他人的冲动 青春期的男孩 女孩 他们不愿意看到 自己内心 强烈的破坏性冲动 这些冲动 往往被伪装成 现身某种 貌似高尚的 事业的行为 破坏与崇高 构成了反向形成 年轻的恐怖主义分子 就是被人洗脑后 去杀人的 他们是罪犯 也是反向形成的 牺牲品 饥饿如仇 是优秀的品质 但如果这样做 过多的代入情绪减入 并缺乏情理允许 范围内的灵活性的话 那可能就是反向形成 他们可能是欣赏那些恶的 并且可能会喜欢 那些作恶的人 网上流行过一句话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相信 发自内心觉得自己 现在一切都很好的人 不会说这句话 说这句话的人 是要用这句话 对抗自己生活中 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 所以这句话可以翻译成 我虽然有很多不满意 但我还是要认为 现在的一切都很好 这样我内心才能够 维持平衡 这是反向形成的功效 从暂时度过难关 这一点来说 反向形成就是智慧 但不是最高的智慧 最高的智慧是 直面那些不让自己满意的问题 并发展能力去解决他们 再拍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展能力去拍摄